这个小姑娘被人背了这么多年 她想要停下了 她不想让自己的闺蜜再被自己拖累了 所以我觉得她今天十有八九不会来 你们应该在生活中劝过她了吧 劝过 她有时候连门都不开 门都不开 对 我们聊的机会就没有了 那你到这来 你觉得我们这个舞台有这么神奇的魔力 就一定能够让她回转心意吗 即便她不来 我们也不会放弃她的 不抛弃不放弃 女孩何颖慧 自小就患有严重的肌肉萎缩 而颖慧的父亲因脑瘫生活无法自离 在困难的现实面前 颖慧的母亲无力承担 最后抛弃家庭出走 可是不幸的何颖慧 却幸运地遇到了家境相似的小闺蜜何寝娇 自从年满的奶奶 无法再背诵孙女隐晦上学后 也是从小就失去妈妈的何情交 自愿承担起 背诵隐晦上下学的重担 每天行走在十八里的山路上 风雨无踪 转眼四年过去了 尹慧与何寝娇考入了同一所中学 可是就在开学之初 尹慧突然提出不愿意再上学 更不愿成为何形交的累赘 而耽误了同学的前途 从此拒绝见面 为此何形交 与也经常帮助隐晦的同学增加仪 一起来到告白的舞台 想要舒服隐晦 一起完成学业 那么倔强的尹慧会来到现场 接受两位善良而可爱的同学的告白吗 我们还是特别希望何尹慧 能够完成他的学业 这种悲的意义 我认为才是真正的达到了 他真正的作用 你们俩谁去开门 我们一起 问你几个问题 第一 何尹慧要真不来 他就这么这样 那你们还怎么办呢 今天只要他来 我们就一定很说服他的 我们也不会抛弃他 那如果他来了 他还是不接受呢 他一直有个梦想想上大学 我们的感情那么好 他一定 不这么丢下我们 如果没有何尹慧的日子 我们会很难过 我们会很伤心 好吧 那我就让我们一起来祈祷一下 一起倒数五个数 五四三二一 请安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 像是白天白抬头 看白云朵朵 含着我最爱的宁愁 天上白云一朵朵 兜住这宁愁 你怎么会那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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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爱的那时刻 最爱的宁愁